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凡是成功参与 凡人游戏节目的嘉宾呢 也将会获得 由超视力眼镜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那么在节目播出以后呢 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可以到超视力眼镜 重庆各大门店来进行领取 好 各位 今天节目当中 这位女嘉宾呢 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 重庆女孩 就是既漂亮又能干 同时呢还吃苦耐劳 那自己呢 现在在创业啊 也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店 那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到底是做什么的 她是什么样子的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佩佩 我的原名叫卢知新 我是店江的 你出的行业出 好多人呢 四年 像个月是前世代 被的假计爸爸 我自己在开假计 我打工还打得比较少 我一出来 要么都是古董 要么都是直接当老板 你一个月打收入少呢 大概的收入的话 应该在两万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佩佩 年龄29岁 身高1米58 职业理发店经营 月收入两万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设计的话没有 就是我跟父母是住一块的 然后家里面的那些 肯定跟我没有关系嘛 就我现在的话 就除了一个店 没有其他的 正常情况上来说 像我的这个收入的话 正常来说会有存款 但是我的话 在28岁之前 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追星这一块 发钱会比较厉害一点 觉得挺多的 最开始那个招账啊那些 然后到现在的动尾啊这些 我就追星 像我之前追肖账嘛 然后就会去追他的线下 然后他代言的一些产品 我会去买一些 但是不会超前消费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 我只有十万块钱 那我买他的那个东西的话 最多就会花到三四万块钱 就会属于这种 好 比如说我现在追邓伟 他没有代言什么 很名贵的产品 带的是那种 平价的那种护肤品 我也会去支持一下 你对男子的颜值 会对标那些男明星呢 可能会 但是我觉得 主要是找一个好的人吧 就我喜欢的男生 可能就是一个爱干净啊 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人 就是我对他 他没有太多的那个要求 我觉得还好 你这个好死自己拉怎么好啊 就是他是一个正常的人吧 就正常的人 就比如说像我 我对自己没有标签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自由 自在健康的人 就是我不会精神内耗 就那种 对 我希望他也是一个 就是家庭没有什么 那种很复杂的成分呀 然后他自己身体健康 然后精神心理各方面 都是健康的人 对 然后我希望他是一个 具有安全感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安全感特别足的人 对 然后我希望对方不要太过于那种 束缚住自己一个 就是他不自由的那种人 我是陪陪表哥 我表妹她非常能吃苦 她自己开了个店 自己打经营 我觉得我表妹应该找一个 一些陪她能吃苦的 然后就是两个 一个公主目标 有一些健康的 一些人家庭 就是那种的 女嘉宾的作用要求 一 长相家 自由健康 不精神内耗 二 家庭关系简单 给人安全感 女嘉宾虽然看重男生的颜值 但也更看重内在 我们为她匹配的这位男生 又能够符合她的要求吗 大家好 我叫藤伟 今年28岁 来自于四川广岸 目前从事汽车销售工作 在九龙坡区 那么月收入的话 大概在平均在六千以上 我们老家是来自四川广岸的 然后目前在重庆 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爸妈在重庆皮山 买了套房子 目前呢 自己两个姐姐 已经结婚生子了 现在就只剩我一个单身 本期教育男嘉宾 藤伟 年龄28岁 身高1米82 职业汽车销售 月收入六千元以上 婚姻状况 离异无小孩 那时候我让她自己有点没点 不成年 不喝酒 有点的 没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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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钱 我有个就是说之前有个语端 三婚三女的婚事 希望女方不要介意 如果说女方 就是说也有个婚姻的话 只要没小孩我也能接受 找女朋友的话 肯定有几个要求嘛 第一个就是有爱心 因为自己家里面也有猫猫和狗狗 第二个都相当于有小心 希望对自己的爸妈 或者说对方的爸妈都比较好 就是你还有就是年龄嘛 年龄 差距的话不能太大 反正整腹入水嘛 男嘉宾的走要求 一 有爱心 有孝心 二 比自己大或者小三岁范围内 都能接受 男女嘉宾无论是外形还是年龄 都十分匹配 初识匹配指数百分之九十 那么两人今天的见面 能够擦出爱的火花嘛 好了 我们到了女嘉宾佩佩的店了 先把她人找到好不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佩佩 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哦 谢谢 谢谢 你好帅气哦 哥 嘴还很甜 情伤很高 一大早就在忙啊 刚忙完 刚忙完 几点钟开门呢 一般是 一般是十点 好勤奋啊 你看今天安排相亲见面 早上还要先把业务做了才行 对对对 嫌疑很重要 姐姐 哎呀 经过咱们佩佩的这么 收拾打扮发型弄了以后啊 更加的漂亮了啊 一般好像女孩子都喜欢找 男托尼老师来弄头发 为什么你会经常选择到佩佩这个地方 挺好的呀 手艺挺好的 手艺挺好的 对 比较推 吹头发 吹得管的时间也长 所以我的爱在佩佩 这也有道理 这个女人最懂女人嘛 是不是啊 手艺不错 她人怎么样 挺好的 人也长得漂亮 手艺也挺好的 那今天其实佩佩也是来参加我们节目嘛 现在节目当中来相亲 哦 这样子 找男朋友啊 那是哪个女人 男孩子遇到她的话 是有福气的是不是 是有福气的 按照您对佩佩的了解 你觉得她适合找一个什么样子 能找一个能为她帮助她的一些 或者是支持她的可以 男孩子应该是可以的 支持我事业的对吧 对啊 支持你事业的呀 这自己应该算是一个 女强人 女强人 又聪明 又勤快 又能干 又漂亮是不是 反正也是老顾客了 同样也身为女人 今天有什么忠告或者建议给他们 像这个时候的话呢 两个人相爱 也在一个还有 我们跟她共同努力去赚 是不是 如果说你找个太有钱了 怎么说现在这个社会 我也不知道怎么好说 你觉得太有钱了 对对对 学习太大也不是 对对对 找一个两个互相互爱的 共同努力 是不是 这是最幸福的 是不是 是是是 好 姐姐说得好啊 看来是 真的是平时既了解佩佩 而且呢 真心的为她好啊 这么好的姐姐 今天这个胆都变了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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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钱 真的不用付钱 真的不用付钱 哎呀 你可能对我印象不是很好啊 很好啊 我觉得你很帅气啊 本来我是应该来给你捧场 结果来了一点低谎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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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不过呢 话说回来 今天呢 是我们跟男嘉宾约了见面的日子啊 这男孩子呢 也非常有诚意 这专程从碧山赶过来这个地方 新牌坊 对不对啊 其实说近也不近了 对不对啊 但是我看你一早还是 新戏店里面啊 其实自己创业有时候可能就这样子啊 对 就是永远都觉得心里边放不下心 对 因为有些是顾客已经约好的 然后我就 所以就是那个 就是当时编导姐姐说 她说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说真的走不了 因为我店里面员工就只有四个 每天就只有两个人上班 就有时候只有一个人 今天相当于 都要你一个人守在店里边 对 那又要守店 又要相亲 能忙得过来吗 还可以吧 还行 还行 可以 那你待会儿要不要先收拾一下 要要要 那需要多少时间呢 二十来分钟嘛 二十来分钟 好 这样子的 因为那个男孩子呢 也是专程从B上过来 你知道其实也不近 一大早就出发了 然后十点半就到了 要不然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 因为其实你的生活当中 一部分也是需要在这个店里边 刚刚采访的时候呢 佩佩也说 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找一个人 能够帮助到你的 对吧 两个人一起齐心嘛 对不对 那男孩子反正到了也到了 等着也是等着 要不然 我们征求他的意见 看他愿不愿意 过来以后跟你 边聊天 边帮着你收拾一下 那等我了 好不好 这样呢 可以借这个机会 你也可以考察一下 行行 也让他先提前地感受一下 考虑到女嘉宾抽不开身 特派员将男嘉宾 带到了女嘉宾的店里见面 男嘉宾的表现 又能否让女嘉宾满意呢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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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唐哈 哎呀 登久了登久了 现在登当了个机会有啥情情呢 先早点看到女嘉宾 先早点看到女嘉宾 在那个周围转圈 就是转到死来穿了 哈哈哈哈 老妈先滑儿眼睛吧 就穿蓝色衣服的 那个女孩 你看她现在自己还在 用抹布在抹桌子 在收拾自己的店 什么感觉 感觉还是很私家的 很开的那种感觉 对 你看她在自己的店里边 都能够那么的 用心那么勤快 我相信她对于自己的家庭 一定不会比这个还差 对不对 但是我看人家女孩子 一个人在那忙前忙后的 哎呀 反正我是有一点 怜香惜玉 愚心不忍的感觉你呢 我也有一点 哈哈哈哈 那接下来怎么办 我去帮帮忙 哎 还是懂得起来说 这都马上都能够领活的 老板 你们找人不 哎 我们这个小伙子 啥子都可以做 只要为了你 啥子都原野 哈哈哈哈 基因上感觉应该是 比较含蓄历年 然后体育生 就是四肢蛮修长的 然后五官是属于 硬朗型的 第一印象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聊天呢 她也是非常爱笑 感觉她眼睛还是比较大 而且今天化了妆之后 感觉很漂亮 心确实动了的感觉 整体如果说 和我打分的话 打个八分嘛 干起了活 你从那个毕萨那边过来啊 哎 不疼 还挺远的 那你工作在哪里啊 我工作的话 是在那个九龙坡这边 哦九龙坡 挺远的 挺远的 每天的 基本上要一个多小时嘛 中下开花结果 没有 没有 小藤的适应能力 还是很强 虽然来了 也就是十几二分钟的时间 但是感觉 一直在忙 她就变成了这里的人了啊 没有没有 就是你们俩像认识了很久啊 很有默契了啊 甚至在我看来 有一点这个老夫老妻的感觉 不错不错 小虎的态度不错啊 视频能力很强 而且看回来她都太强 她可能心里在想 就是我怎么这么善于使唤人呢 一来也没有喝个水什么的 没有没有 你如果说心里现在有什么怨气 你也可以说出来 没有怨气没有怨气 心甘情愿 对对对 而且很乐意啊 如果生活当中 就是对方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这种的话 那是相当哇塞的 就是是我就是薪资所向的那种 就是她可以承担家务呀 然后情绪价值 也可以给的那种 然后就是她 就是不急不躁吧 对然后就是这种 就平时发生吵架啊 这种的话事情应该会很少 我觉得她应该是属于会迁就女方的那种类型 感觉的话 对我觉得就算是女生性格再不好的话 面对她的话应该就会也会很快的被安抚下来吧 对她是这是她给我的一种感觉 初次见面以后的默契互动 让男女嘉宾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忙完后的两人也是决定坐下来深入沟通 那他们的感情还会继续升温吗 本栏目由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 请独家赞助不出 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戴普通老花镜 只能看镜不能看圆 中国渐变教眼镜标准制定成员单位 歌唱家蒋大为李玲玉亲情推荐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看书 看手机 开会 走路 开车都能戴 一副眼镜全做到 400-100-6565 023-8686-5539 那你平时除了工作以外的话 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比如说 比如说运动 怪不得你身材这么好 你有几块副极呀 巅峰的时候八块 现在可能有个六块左右吧 那身材怪不得这么好 平时你如果说就休息的话 会在家里做些什么吗 我呀 我就是休息 第一个雷大不便的就是睡懒觉 然后就最新 我以前我在二十八岁以前 我就很喜欢最新 我就是大部分的经历呀 忙碍呀 都是用在那上面 然后现在可能就长大了吧 就是因为也有自己的工作中心了 然后就工作才是最主要的嘛 就是之前如果说 比较喜欢明星的话 最新的话是追到哪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喜欢养成系的那种 你知道养成系吧 我知道了 这个我要知道 对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养成系的那种 可能前妻的话 他不是很火的时候 我就可能会追他 比如说如果他有代言了的话 就会去花钱去买一下 他的那个代言的产品 可能以前就是在这一块花钱 就是平时追新的话 平时就说买这些产品 大概要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呀 就是取决于对方那个 就是代言的品牌的那种价格吧 如果比如说很贵的 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 范围的那种 我就会光网一下 就他的杂质啊什么的 我愿意买 然后那些 比如说五千以内的呀 八千以内的呀 我能力以内的 我可以去支持一下 我不是说无脑去充那个 那种销量的那种 那种超负荷的去 对对对 我不会说我去贷款啊 去去那种什么那种 我不会去弄那种 就是能力范围 然后就是每一年花在自己喜欢的艺人身上的钱 应该是在薪水的百分之四五十 刚才李嘉宾说到最新的事情的话 其实最新的话只要在自己能力之内 我觉得还是没得好大的影响 刚才李嘉宾也说了 他基本上百分之四十的收入可能会放在最新上面 其实这个我还是能接受的 只要你不超负荷的一些最新 那种可以痴狂的那种最新 其实都还是能接受的吧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蛮逆致的 然后我的家人 他对我最新这一块的话 也是保持那种比较开放的一种态度 因为他觉得就是我除了工作 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爱好 就只有这种 对他们也挺支持的 但是如果我希望就我有 就是另一半的嘛 就我喜欢的明星能过 他是一个就是歌手啊 然后我是非常希望他陪着我一起去追人家的 线下演唱会啊那种 我是希望对方可以陪着我的 然后如果假设对方他恰好到重庆这个城市来了 然后他有线下活动啊 就是我也失望 就是说如果对方有时间 可以陪着我一起去追一下线下什么的 那如果对方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去了 说到演唱会我们上班那边经常都有演唱会 前段时间蔡依宁不是来了吗 对啊蔡依宁还有 也来了 都是在我上班的地方来的 我们上班地方都买拍 都听得到他的唱歌 对因为那个 对我们上班地方就在奥琪 如果说结婚之后的话 如果说我还是希望他能 再把百分之四十的 那种收入的话再减少一点 但我不会说拒绝他追星 因为追星嘛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对吧 因为后面结了婚的话可能花销会更大一点 可能希望他能往下面讲一点吧 但是也不说不要切追星 那现在是追到哪一个吗 邓维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一猜你都不知道 因为男的都不太认识他 有照片没有吗 我看一下 有啊 看他帅不帅 帅的话还是可以的 这里 对 就是我喜欢的男生的类型其实也没有怎么变过 就是长脸 长脸 对 长脸 男嘉宾的脸都不长 不能再长了 对于女嘉宾追星的爱好 男嘉宾表示非常理解和尊重 只要投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他都能够接受 两人也是相谈甚欢 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却让男嘉宾开始有些担忧了 那你未来就是如果假如说 你现在是跟父母住一块了吧 然后你如果假如未来就是谈恋爱啊 或者是有那个的就是有婚姻的话 你会选择跟父母住一块 还是自己单子出来运过 这个我的已经给我爸说好了的 我爸他说 后面然后比如说结婚的话 都刷朋友之后对吧 是可以再组成就买套房子嘛 因为我很多朋友也在组成 有时候他叫我去玩啊 所以从毕山到祖城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也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本来就有那个 在祖城买房的一个打算 对 那你就是 如果假如说那个的话 你计划在几年以内买房呢 三十岁吧 三十岁啊 你现在是二十七啊 马上二十八了 二十八了 就两年嘛 我的预计也是两年 这两年 这两年都多年 那你其实也算是 事业有成 但是不计也说实话 现在年轻买房的话 应该也是父母需要 帮你出一大部分钱 其实我还是想自己就 通过这两年自己 长个丑夫嘛 对 那还可以 我觉得你对未来的规划 还是蛮清晰的 还蛮明嫩的 他如果他父母全款出资的话 不用加我的名字 如果是他分期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都出一点钱 但是对 就可以 就是写双方的名字嘛 就大家都一起还款 还款 还贷啊 这些我是能接受的 对 就是假如说你姐姐 你不是有两个姐姐吗 然后就像你 就是按照你们家里面的那种风俗 那种习惯 就假如说两个老人养老 你们是三个人一起养老 还是就是父母可能跟着你一起养老 可能我承担的要多一点吧 就是跟父母在 对 要承担多一点这个事 你占的比分可能更大一些 然后占到三分之二 或者是五分之三 这种对吧 我觉得可能占二分之一吧 他们两个出一半吧 二分之一 因为我们家里面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当时我是懒得大头的 就是我有个哥哥 有个弟弟嘛 然后我们家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腰爸 我腰爸现在是跟着我 因为他现在也跟着我一起工作嘛 然后就做店里面的卫生啊 做饭啊 包括就是照顾我们的生活 主要是照顾我的生活 然后我以前是 我爷奶奶在世的时候 我是承诺就是我腰爸 要跟着我养老的 然后我爸我妈交给我弟和我哥 然后我主要负责我腰爸这一块 但是我父母那边 我肯定也要那个嘛 对 主要是我腰爸 然后就是假如说 未来如果真的有什么的话 就是我腰爸肯定是 会跟着我生活的 对 就是那种对方 肯定是要去想清楚的事情 你可能对对方来说压力也蛮大的 主要是我可能在担心的一个 就是说 哈啰 小蓝 洗头 好 先洗头吧 那你来进入吧 在日后赡养老人的问题上 男女嘉宾各自有着自己的顾虑 就在两人深入讨论之时 店里预约的客人到来 女嘉宾也不得不先去为客人理发 男嘉宾便先到一旁稍作休息 你吃早饭没的 好 吃了 现在快一点点钟了 待会儿想吃些啥子 吃啥 有没有几口大东不喜欢吃的东西吗 我给你筛选一下 什么就是那种什么扇鱼呀 扇鱼 鱼歪呀什么的 我不吃那些都是 还有什么猪老婆我不吃那些 主要是你 你想吃什么 因为我对于人不是特别熟 其实我也是个吃货 你也是吃货 我其实我就是吃的方面 我就是味道做得好 我都可以 就是那种有寄生虫什么的 我那种那种白吃 比如像黄扇啊 黄扇牛蛙的一些 对 牛蛙这些 我吃不了一点 那周围有没有压子 味道比较好的地方 其实现在我们是在上班时间嘛 然后我就可能不会吃太长时间 周围嘛 对 这边就是不会去吃那种 那个时间很 等的时间很长的那种 小诚 哎 你好 怎么我感觉你刚刚进去的时候 意气风发 哎 这个出来的时候有点垂头丧气了 哎 没有啊 主要是 李嘉宾问李嘉宾想吃什么 李嘉宾说 你先留步 留步 你是什么 你想落荒而逃 拔腿就走吗 没有没有没有 刚刚进去是想邀请 这边一起吃饭 对对对 看你这个表情 好像应该是结果不是太好 也不算嘛 主要是问李嘉宾想吃点什么 你答他想吃什么 然后李嘉宾说他有些是有寄层虫的一些东西他不喜欢吃嘛 然后我就问周围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 他说他在上班嘛 不能去很远的地方 我说他周围有好吃的也可以 感觉你在给他出各种方案 你在不停地去将就他 但是他都没有接招对不对 主要是他说随便 随便两个字就意义太大了 那你自己感觉他是真的 在吃方面有一些自己的讲究呢 还是说他不想去吃这个饭 我感觉因为是上班的原因吧 可能不能去比较远的地方 那就不问题 那这样吧 既然呢你也知道他其实是 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走不开 或者是自己在车上面稍微有点讲究 那我个人建议啊 因为夏天到了吧 女孩子可能也都喜欢老实身材 或者健康 那要不然你可以去准备一些 比如说类似像沙拉呀 一些轻食啊 或者健康一点的东西 就这样子呢 首先第一 他没有拒绝的理 第二 他会觉得你很为他着想 很细心 这个可以 反正咱们遇到难题 一难而上 总会能够解决的 好不好 你考虑一下 在特派员的建议下 对女嘉宾好感满满的男嘉宾 开始行动了 不仅在APP里边进行搜索 还在附近四处寻找 那他的一番努力 能够打动女嘉宾吗 本栏目由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 请独家赞助不出 看远看见 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提醒您精彩节目 稍后继续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戴普通老花镜 只能看镜 不能看远 中国渐变教眼镜标准 制定成员单位 歌唱家蒋大为李玲玉 亲情推荐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看远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远镜 一体镜 看书 看手机 开会 走路 开车 都能戴 一副眼镜全做到 400-100-6565 023-8686-5539 人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 你赶紧把你的爱心午餐 给佩佩看一下 准备了一些水果 因为女嘉宾说 最近在减肥 水果的话 没什么热量了 先是一盒蓝莓 蓝莓 蓝莓抗氧化 越吃越年轻 对 然后下面这个呢 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一些水果 水果拼盘 对 看一下有什么 哈密瓜 猕猴桃 对 小番茄 对 其实都是我喜欢的 都是他喜欢的 我还打算让他劝劝你 还让你吃下去 看来都是女嘉宾喜欢的 对 到底是酸是甜呢 酸甜 酸酸甜甜 酸酸甜甜是什么味道 说不出来的味道 酸酸甜甜就是爱情的味道 爱情 一起吃 好 来 兄哥要吃点吗 你看佩佩也给你 希望你一起互动 不不不 我就 不行不行不行 食不得食不得 我不能当这个灯泡啊 你们俩吃 你们俩吃 我刚刚很抱歉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嘛 然后男孩子他跑过来 问我要吃什么 然后可能就是忙的时候吧 我也就是没有很认识地回答他 我也挺抱歉的 如果假设是我工作忙 然后就是顾不上吃午饭啊 早饭啊 晚饭啊 如果有人他能给我 就是拿过来 然后让我吃现成的 我真的觉得太好了 对方人真的很 就是太懂我了 然后能给我分担很多东西吧 我觉得这样的人 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好吃好吃 其实我平时我都不挑 就是我要把它做反 它需要反黑的油 然后我长胖了一些 其实我对自己 还算是满意的 但是我觉得 我胖就是太放肆了下去吧 越来越胖 但是我减肥就不好减了 这个配配这个水果吃的 感觉怎么样 very good 挺好的 因为前面 其实在聊的过程当中呢 那我也知道 佩佩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嗯 腰霸是一直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的 其实你对腰霸的这种感觉 跟我们对自己腰霸的感觉 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对不对 是什么样的一种区别 区别就是 嗯 其实播出去也无所谓 因为这样子的 我爷爷奶奶呢 生了很多子女 就是我爸爸结婚后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那种 说白了 就数一点钱 对就是可能就支持到 我们这个家庭 因为我爸爸妈妈 生了三个小孩嘛 对然后我要爸 可能就没有就是没有成家 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金钱 去支持我腰霸去买房啊 买车啊 去讨老婆什么的 我腰霸到现在那边结婚 所以他一直单身 对一直单身 生活在一起 对然后其实我腰霸 我爸就是妈妈 就是他们对我 对我哥哥 我我弟弟都是很好的 都是彤彤的重量 比如像以前 我要这么交学费啊 我腰霸也会出一部分 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子女 所以可能在我跟小腾的生活当中 腰霸只是我们的一个长辈 但是他跟我们生活当中 没有太多的 但是在女嘉宾的家庭成员里面 腰霸不光是他的长辈 也是他的亲人 无限接近于爸爸的 这种色味 所以你对他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再加上腰霸一直没有成家 所以没有小孩 那么以后抚养 或者是说以后 照顾他的这个责任 可能自然就会落到你的身上 对对对 所以小腾你会觉得 有一些压力吗 有一点 完全没有 那就是知真心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善良老人这一块的话 本来是百善孝为先嘛 对吧 首先有孝心是一个很正确的 但是可能我 作为我 我的顾虑的话 就是可能比如说 自己的爸妈 对吧 女方的爸妈 如果说现在多一个人的话 肯定 就是担心可能在一起的话 不方便 这些事情 说可以花点时间去照顾它 是没问题的 对吧 包括花点精力 花点钱嘛 说直接点花点钱 是没问题的 我长期在一起的话 肯定多少有点影响 我觉得 就是那 在你们比如说 在一起之后 当大家都还能蹦 能跳 能走的时候 那个时候 可不可以不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的话 就是我欺负男嘉宾那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刚刚之前采访的时候 我可能说了点假话 因为我是什么都不做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是不住在一起 我晚上睡觉 我不想关灯 所以我要爸给我关灯 那不住在一起也可以 那很多生活上的事情 就你要来做 我弟也不会拖 其实说实话 今天做那些都是 他刚刚扫地 都是现学的 哈哈哈哈 你这是在考验他吗 我不是在考验 我是真的 对我是生活当中 我什么都不会弄的 如果说以后大家觉得 住在一起 不是那么的方便 因为毕竟家里 有那么多人的话 相对来讲 可能是对 两个人自己的生活 有一些 没有隐私 对 那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 大家有的商量 还是说 这个是没商量的 就可能需要跟哥哥呀 还有弟弟呀 就是还有父母啊 这些要说一下 因为其实像 现在我们讨论这些事情 我腰霸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私底下 我们一家人的 被这我腰霸做的决定 就是这个 如果你让我出门反而 因为我当时已经 非常确信 跟我哥 我弟已经说了 我说 那我 腰霸就跟着我 对 我是这样子的 刚才女嘉宾说的 她腰霸的这件事情 其实她 我觉得可能就是 他们家里面 自己人商量的 因为她 她的腰霸不知道 其实 就是可能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对吧 她腰霸这个事情 其实也不是一个 特别的事情 因为本来善良老人 都是一个很 就是一种美德嘛 然后如果说 就是说 两个人可能在一起之后 可能她腰霸也会为了 就是这个女嘉宾的幸福 早上可能也不会就是说 在一起 也有可能她也会有 其他的想法 在开诚不公地沟通了 未老人养老的问题之后 两人对于彼此的想法 都有了更深的了解 就在我们即将进入 最后的选择环节之前 男嘉宾却突然 找到了女嘉宾 本栏目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超视力远镜 一体镜 看书 看手机 开会 走路 开车 都能戴 一副眼镜 全做到 400-100-6565 023-8686-5539 我觉得我们两个 性格比较强 都是那种 看起来比较好说话 可能实际上 对了都不好说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 可能他以后在一起 可能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要 吵架过夜 那种感觉 有那种安心者是 再加上我们认识 也不是特别久 今天才认识 可能更是时候 从普通朋友开始出去 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 你千万不要用思想压力 但是我觉得当朋友 那种还挺好的 我觉得毕竟还算了得 比较来嘛 对 我也说你在以后 真的遇到一个 就是对方 就是喜欢你 然后你也喜欢 那个女孩子那种的 就是双向奔赴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也祝你生活 和工作愉快 好了 两位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旁边 一直耐心地等待你们 最后的选择 或者说是告别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 合适进来的地方 怎么感觉 虽然最后你们没有选择 但是有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那这样吧 我们先往前面来站一步 虽然呢 这是一个 没有在节目当中牵手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画面 却非常的和谐 虽然它不是一个 可能传统意义上的 那么一个圆满的结果 但是你们又都给了对方 很真诚的祝福 虽然最后没有选择牵手 但是我相信 相逢就是一种缘分 对吧 这个缘分有可能 未来是爱情 也有可能是友情 希望你们通过今天这个相亲 能够更多的 看到自己身上的亮点 也找到自己身上的这个差距 最后就像你们 祝福对方的一样 希望你们都能够早日获得幸福 好吧 对就是我可以再加一句话 我觉得 就算是如果假如说 男孩子女孩子 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结婚 或者是一辈子都不会谈恋爱 一辈子也不会去结婚 我希望就是男孩子女孩子 都要有让自己幸福的一个能力 我的家人看到了一样 或者是我的朋友看到了一样 就是也不要催我 就是我现在其实一个人也过得很好 然后我的家人 就是你们要放心 就是你看你们的朋友 或者是作为你们的女儿 作为你们的那个子女 就是我个人的话 也有让自己幸福的一个本事吧 好 对千万不要担心我 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天天开心 然后发大财 谢谢 好 谢谢 最后还给了所有的朋友一个祝福 对对对对就关心我的朋友嘛 就像你说的嘛 人之初信本善 对对对对对 希望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着爱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得幸福 对对对对对 再次的感谢你们谢谢 那么我们电视之前单身的朋友 想要脱单的朋友 大家除了可以拨打电话68195879报名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之外 您还可以到超视力眼镜 重庆各大门店来进行报名 那凡是成功参与我们 反而有起节目的嘉宾呢 也将会获得由超视力眼镜 为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爱情靠争取 无爱不放弃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